当地时间26号 大约11.5万名英国皇家邮政工人举行罢工 目前 英国正遭受着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民众普遍面临生活成本危机 由于加薪幅度 远低于通胀水平 26号 英国皇家邮政工人 加入到英国各地的抗议示威行动中 当天是英国皇家邮政工人四天罢工行动中的第一天 8月31号 9月8号和9号工人们也将举行罢工 因通胀高企 工会呼吁皇家邮政公司 将工人工资提高到能支付当前生活费用的水平 英国当前通胀率为10.1% 处于40年以来的高位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通胀率将超过13% 由于通胀持续高企 工资水平赶不上物价上涨 近日 英国铁路工人 集装箱码头工人 环卫工人等多个行业 举行了罢工行动